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见耶稣的故事凭进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耶稣一下船 看见一大伙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 所以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 时间已经很晚了 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 这地方是荒野 且时间已经很晚了 请你遣散他们 好叫他们往四周填设村庄去 各自买东西吃 耶稣却回答说 你们自己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向他说 我们去买二百块银钱的饼给他们吃吗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去看看 他们一知道了 就说 五个饼 两条鱼 于是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一伙一伙地坐在青草地上 人们就一组一组地坐下 或一百人或五十人 耶稣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来 举目向天 祝福了 把饼摆开 递给门徒 叫他们摆在众人面前 把两条鱼也分给众人 众人吃了 也都饱了 人就把剩余的碎块 收了满满十二框 还有鱼的碎块 吃饼的男人就有五千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没有牧人的羊是什么状态呢 他们会嗷嗷待哺 误入迷途 没有保护 磷散在不同的地方 他们需要牧人的关心和带领 更需要找到草场 耶稣看见这么多群众 好像没有牧人的羊 就动了怜悯的心 因为耶稣就是牧人 他知道羊群的需要和草场的地方 耶稣愿意马上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分享给群众 使他们不再感到心无所属 而能认清生命的真谛 牧人的首要责任是 帮助羊群找到方向 回归羊战 耶稣的使命就是帮助跟随的群众 找到生命的方向 回归到天主内 耶稣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 是不是分享了生活的智慧呢 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整个宣讲中了解 耶稣显了五饼二鱼的奇迹 使群众得到宝育 说明耶稣不单只关注大家的灵魂 也关心他们的现实需要 并以奇迹来满足所需 以实际行动的帮助 才是真正的关心 更能体现出耶稣的爱 由此我们可以反思 我们与他人分享信仰时 也要关心到对方的现实需要 虽然我们无法以奇迹的方式 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但是耶稣的大能 却借着门徒们 把饼和鱼分尸给群众 所以我们是否能够把 来自主的恩赐 与更多的人分享呢 您愿意在物质上 与人分享吗 那么您一定会成为 耶稣恩典的分尸者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premiumme.c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